大家好,我是彭子 哎呀,来西安两天了 感觉还想吃我们汉中的热饭瓶 刚好私去办点事 走到那个丰山二楼,刚好到饭点了 这边大家知道在哪里吧 之前拍了很多次 就在看海洪市场 这里相对比较正宗的 虽然没有我们汉中就前两天拍的那么好吃 但是味道也八九不离十吧 走,来去尝一尝看 就这 看店民市场里面,走了 这是在凤城二楼挨着租公路这边 这边的味道 武汉中热面皮的味道相对比较正宗一点 每次想吃就像这 走 包括他们做第一家的牛肉 牛肉饼好吃 但是我爱吃我们的核桃馍和面皮 一到冬天 哎呦,我这边装香肠的 因为之前听他们说是海洪这边全是从我们汉中搬迁过来的 一个厂子,轴城厂嘛 走 吃面皮了 这边全是 我一般他们都说是这家好吃 咱就上这家去了 太多了 还有那边是核桃馍 走了 进去吃了 看这 咱在后厨来看看 比较正宗的 你看我的两碗 这是我的 每次过来就吃一大碗 再过两天 待会再过去买点核桃馍去 开吃了 看 这是已经过了饭点了 这是人还挺多的 但是他们说的味道都差不多 所以有的又说第一家好吃 我一般都在第一家吃 反正要前面去买点核桃馍 再买几个大饼 这热面皮是贵 我们汉中吃一碗热面皮菜豆腐六块 这边十块 不过也还行 看 买的人也挺多的 能买这我估计都是汉中的 但是这东西反正都比汉中要贵一点 走了 汉中一块五 这边两块 全是一个菜市场 全是汉中热面皮 这面皮 核桃馍 这核桃馍其实是我们汉中凝腔的 这吃的美不美 拌完了 我每次就是加辣 看 这比那个什么 什么加 什么秦镇那好吃多了 菜豆腐看 美不美 其实吃菜豆腐也还要 人家其实稍微正宗一点 还要配上我们的小菜 什么蒜 香菜 和蒜苗啊啥 扎在一起的 大家没事过来尝一尝 在西安来说是相对比较正宗的 看 看就开玩笑说 不愧是汉中麻 才来几天就想吃这面皮了 好了好了 大家没事可以过来尝一尝 不跟你聊了 看到美味不美味 开吃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这 感谢大家观看